作詞曲 李宗盛 多盼夢境 能夠忘太一臉 別再出現 有你的畫面 莫讓夜裡 充滿傷心的氣味 讓世事總香味 你的容顏難延滅 亂的心扉 亂的世界 白天夢迴夜不睡 心在反覆糾結 毫不抵決 三百元 願你體會 依你體會 多少心碎 多少罪 是淚或是笑意 確實為你 真情絕對 不曾改變 怎樣鎖住你 有你的視線 但願我是你 唯一的酒店 亂的心扉 亂的世界 亂的心扉 亂的世界 多少心碎 多少罪 是淚或是笑意 確實為你 真情絕對 不曾改變 對 真情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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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一個貼事的問題 對 除了我們剛開幕時間 有人進來之外 你看 一直到後來 開幕還是八折招待的 對 對呀 你看 我們那個記賞簿 你看過沒有 都快成了記事簿了 上面都寫的什麼 下午三點約 小志逛街 下午六點多約 好了 好了 所以我們最重要 要請一個人來做企劃促銷 你不是做好更加企划的吗 这事关大家的生计问题啊 我不要摸好东西 你好歹都是股东啊 想想办法啊 不行不行 压力太大 压力太大 我们可以找二姐帮忙是不是对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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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找二姐帮忙的话 这势必关系到阮玉玲的幸福问题 所以我个人还是非常的不赞成 你话比喉水还要多啊 我想到 我想到 刚好今天下午有广告公司的人要来 可以跟他谈谈 什么广告公司 就是做什么企划广告的个人工作室 个人工作室 我还是不赞成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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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面聊聊嘛 也许人家的企划不错呢 我们讲个人工作室 你去去去吧 刚好他来耶 陈 陈梅 原来你怎么认识的啊 谢谢 谢谢 我们不只认识啊 我们根本是新交互 你不讲话没人说你是啥吧 其实 这次真的很高兴地跟大家再见面 我已经不是以前那种朋友 那最后 其实我来试想有的东西给大家看看 是剑客企划啊 原来你找企划好了 你这么做出为什么 别激动啊 其实我早就知道这个健身中心是你开的 你说我一直有打扰你们吗 只是我不能看着这好好的健身中心 就快要变成老人俱乐部了 哎哎哎哎哎 太客气了 别别你长得客气一点好不好 对不起 其实我来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让这个健身中心能够活起来 对不起 我所有的资料 都在这儿 如果没有兴趣的话 请不要严落 不然的话 我只好找别家健身中心谈咯 我还有事 真的吗 小舅 你觉不觉得他变得 小心啊 好好好 吃饭 哇好香啊 这边又烫死了 看吃鬼 看到没有啊 没有啦白衣 都八点了 我怎么睡这么晚啊 白衣说你白天还要上班 晚上要替大姐写书 不然你多睡一下 阿姐你看 白衣特别为你炖的人参鸡汤哦 好香啊 谢谢白衣 不客气 爸呢 哦 你爸呀 跟老鲁去散步了 叫你们不要等他吃早餐 来 你们吃别动哦 吃饭 我出来 子 我的话 我都怕把你吃饭了 现在不吃饭了 你吃饭了 你看老鲁汤 你去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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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那个饭了 你去看 你去看一个饭了 一个大男人喇叭似个孩子 有齿有穿的 没有饿着他们 还有哪点穿呢 如果你只吃穿方面 我或许可以称作一个尽责的夫妻 那还有啥 给他们好的教育 完成了学业 那不就行了吧 爸呀 我真是不尽 不光是把你们给拉拔大 还把你们教育成 规规矩矩体体面面的人 爸真是不简单 一个男人 还要打理我们四个丑小鸭 最厉害的是 还把你们这四个丑小鸭 变成了美丽的四千斤 可是我看爸最近 都愁眉不展的样子 难题要担心的 我觉得爸一定是在担心大姐的事 小鸭的事啊 的确是让他伤痛了脑筋 白衣 其实这一阵子最辛苦的还是您 对啊白衣 你要照顾爸 要照顾我们 这一项我们亲妈 老鲁 每一只鸟 在他生了小鸟之后 他唯一的使命 就是喂养他的小鸟 保护他的小鸟 知道小鸟的翅膀硬了 他就带着小鸟练习飞行 你这些话呀 是到箭上第一天所说的话 我都记着 一点都没错 这是我害了小鸟 舰大 你这说妈妈这是 我把一只翅膀手上的小鸟 硬生生地推下了树枝 我真是不应该 我还是不应该 我挺失望 我嫉催我 我能更猶祝我 我就是 我都不应该 在我身边 没有 我如来 我想 我现在 她说妈妈 我都不应该 我看这位班小姐还真不烂 尤其是对你呀特别的好 剑达 干脆来个牢来吧 我没有资格这样想 这怎么做呀 我连父亲的角色都做不好 怎么能做好人家的老伴 可是剑达 这话不能这么说呀 这是两回事件 对我说是一回事 我剩下的生命只够给我的孩子 剑达 老鲁 呦 明天陪我到南部去看看小园 怎么样 小周 你觉得怎么样 这样的条件你可以接受吗 我真的不知道你有什么好考虑的 自一签你就是老板了 难道没想当一个 一辈子都没有发展的小职员吗 可是 可是我怎么跟小慧交代呢 小周 别怪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你老是为小慧着想 可是小慧呢 到头来终究是别人女 更何况 男人总是要为自己的事业打听才对 别老窝在女人的群里下做事 小周 你说对不对 小周 你脑袋坏了吗 公司亏待了你吗 逼得你要辞职 没有人亏待我 也没有人逼我 那是我亏待你逼你咯 我可没这样说 那好 不准辞职 还有事吗 没有事的话赶快回去办公 小慧 你为什么不让我走 小周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走 要走去哪里 我 我觉得我不应该一直待在这边 我也要出去打拼 去开创我自己的事业 对啊 这个观念我赞同 可是为什么你到现在才变得那么积极 不但积极 而且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 你快说啊 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改变这么大 我 如果你告诉我 我就签 是陈梅 陈梅 为什么跟她又有关系 她打算跟我合作开家广告公司 那我们决定 那是你们的事 那是你们的事 我不想听 好好去开创你们的未来吧 好好去开创你们的未来吧 我炖的鸡汤 来 喝一口 来 喝一口 对身体好哦 谢谢 怎么了 不合胃口啊 是太咸还是太淡 不 很好喝 只是 我有件事要跟你说一说 这种事有什么好说的呢 你做决定就好了嘛 我怎么能自私地自己做决定呢 我总是要跟你说清楚啊 好啊 那你就说吧 白平 白平 我们两个在一起也有漫长的一段日子了 在这些日子里面 也发生了大大小小不少的事情 靠我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应付的 谢谢你帮助我 料理这个家 才把这个家撑下去 我也能够走过来 你说这个干嘛呢 人家不是说了嘛 老来伴 老来伴 越老就越需要一个伴 来互相地帮助啊 对 你这话说得很对 我是真心地希望你找一个伴 继续地走下去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几天 我下了一个决定 我想利用我剩下的生命 好好照顾我四个孩子 所以我就不能跟你一起走下去了 白平 我很抱歉 为了四个孩子 我只有辜负你了 明天 我准备跟老鲁到南部去看园园 我会在那边住些日子再回来 这是我从加拿大带回来的衬衫 送给你 爸 爸 爸 你这次去看大姐 什么时候回来 三五天吧 最多一个礼拜 爸 你今天衬衫不带啊 这白衣送给你的 不用带了 爸爸带的已经够了 爸 你就把这次衬衫带到南部去嘛 白衣这次不能陪你去 衬衫就代表白衣啊 这叫独物私人 新衣出差的时候 我也是看着她的衣服 想着套套 什么独物私人 那个爸跟白衣又不是永远分开 才分开一段时间对不对 爸 你不要带就不要带了嘛 挂回去 好 我带着好了 真舍不得 进来 门没关 阿姨 你在插这些宝贝古董 这块就不是我的咯 这 为什么 宝宝啊 你认不认识一些大老板啊 对收集这些古董有兴趣的 有啊 几乎都有啊 干嘛 方阿姨介绍介绍 我想把这些古董卖了 什么 这 这古董不都当你的宝贝吗 你舍得啊 能舍也能得 舍不得 也得舍得 既然无缘拥有它 舍不得又有什么办法呢 阿姨 你讲话什么时候变这么咬文嚼致啦 什么舍得舍不得 我 我怎么听不懂啊 没什么意思啦 总而言之呢 就是把这些古董卖掉就是 进来 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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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可以给我那个 张董 赵董 李董的电话号码 不是有吗 我并不知道塞到哪里去了 干嘛 你想找他们做你们四天肯的会员 对啊 我当初怎么没有找他们加入会员呢 不过我找他们不是为了这件事情 那是什么事啊 你记不记得我阿姨他们有一些宝贝古董的呢 他现在竟然说要卖就要帮他找买主 白爷要卖古董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 他就说了一些什么 舍得啊 舍不得啊 不舍得啊 反正讲一些文言文我也搞不清楚 什么舍得不舍得 好好好 你不要再念了 我还念了我头都痛了 对啊 这我阿姨他卖古董 会不会跟牛爸有关系 跟我爸有关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爸跟白爷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白爷会想把金豆娘说起来 又想要卖古董 金豆鸟的营运状况 应该不需要白爷卖古董啊 该不会是白爷想要离开台湾吧 白爷为什么要离开台湾啊 那爸怎么办 会不会是和爸跟白爷的婚事有关 因为家里发生事情 所以爸怕牵累白爷 爸不想耽误白爷 所以两人决定分手 不可以 不可以啦 如果是照我们推测那样子的话 那白爷的举动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 对 我想应该错不了 难怪了 难怪爸收拾那天好像怪怪的 二姐 三姐 我们一定要留住白爷 绝对不让白爷走 问题是我们留得住白爷吗 想办法啊 一定有办法的 我想要办法了 小文座会模仿爸的笔迹啊 对哦 我可以带地霸 小心给白爷 让白爷留下来 白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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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跟爸怎么了 白爷啊 你跟爸是不是吵架啊 白爷 你不要离开嘛 我现在已经不能没有你了 是吧 我是在替爸讲话 没事 我跟你们的爸爸都年纪一大把 吵什么架呀 吵不动啦 白爷呢 是在准备啊 要回加拿大 白爷 也不能说走就走啊 你看还有金豆鸟啊 还有房子啊 好多琐碎的事情 也需要一段时间处理 放心 我不会不告而别的 那你还是要走咯 那你还是要走咯 好了 放心了 我跟你爸爸不会有事的 哦 你们的爸爸该回来了吧 爸 准备吃饭了 这盆花都干了 爸爸不在家也不帮我浇浇水 对不起啊爸 我们一忙都忘了 爸 我看你这盆花都枯干了 你干脆把它丢掉算了 反正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明天我帮你买盆新的好不好 这是父亲姐你大姐送给我的 那我帮你去拿雪橇花啊 嗯 那我帮你去拿雪橇花啊 不说啊 那你当你是亚方 哇 小姐 小文 小文回来了 怎么心机没有跟你一块回来 嗯 今天啊 上面的业绩结算日 怕再拼业绩赶不回来 不过啊 他特别交代我 帮你在这一盒冰糖烈锅 说要一孝敬的 不错 小文懂得孝敬罢了 哎呀好难得哦 平常都是从爸这里拿东西回去 今天终于带东西回来了 哎 我是节俭持家 爸 爸 今天我问你敢不敢喝啊 没喝过啊 那你等一下喝喝看 如果你不敢喝呢 就帮你喝 你用 我看是你自己想喝才买的吧 嗯 来来来 来吃饭了吃饭了 哦好 吃饭了 哎 哎 刘姨啊 一块吃嘛 哦还要整理你先吃吧 小文 这次爸爸去南部啊 体会了一些事情 一个人啊 一定要什么都提得起 放得下 活得还比较自在 爸 大姐他 小文 其实人为什么会失望 为什么会伤心 就是因为你想要控制 或改变人所不能控制的生命啊 命的决定该怎样就怎样 我们不要想些痛苦的事 就不会这么痛苦啦 像大姐 小文 你话很多耶 哎 三姐这些都是我从书上读到的耶 大姐这种病叫做爱得过分 懂吧 小文 小文 你好有学问哦 我看你是吃饱撑着啊 我都还没开始吃 你 哎 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 知道就好了 而且啊 我看八蛋下去是不行的 我们要想好办法 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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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真现实啊小周 哎呀不是啦我我 干嘛不当同事就分那么清楚 年都不言落 框年是这样子 回都不回爱理不理的 哎 试试还真多变化 人情冷暖哦 好嘛好嘛对不起 好好的大姐 我刚才台中谈一大案子 我急急忙忙已经赶回来了 你知道吗 我去办如果开家会被开罚单 最后才这么晚到 好 这样好不好 今天单算我的我请客 好啦好啦 哎 你知道我到底有什么事啊 你堂堂一个总经理以上的人物 要占用你一点点的时间 如果不是很大的事情 搞不好还会被你怪罪哦 哎呦好了啦我的大姐 你不要再审我了好不好 我听得真的很伤心耶 我 我最近真的忙嘛 好啦 是关于我爸跟白衣的事了 对哦 他们两个早就应该搞定了嘛 拖拖拉拉的 都怪留爸耶 不表示个清楚 还有我阿姨一直浪费青春 我爸那边我会去安排 白衣那边就要靠你去说服了 靠我啊 我阿姨她这个年啊 快 喂 喂 你好吗 我没带啊 好 我 老板先给我这不习惯 喂 老板是 我是 好 我忙到 我忙到 又要去忙大事业啊 快 快 有一手机你真不习惯 随才随道麻烦了 先忙你的大事业赚大钱吧 我 我 不行不行 今天我们难得在一起喝酒了 被这个东西搞了 这改他收了收了收不到 这不改他收了收 你看地下室收讯这么好 等一下 今天不管怎么样 我们难得聚在一起 一定要好好的喝一杯 这个东西我把它丢掉 你别装了啦 有事就赶快走了 那我顺便送你去家了 我来坐一坐 好 说话不要话 好 我陪你哦 请欢迎你 你一个人 就你一个人 对啊 睡不着过来喝杯酒 你们那健身俊乐部搞得怎么样 虽然现在生意不好 但是我们已经积极地做宣传 不要咬三天就关门 大吉那就很搞笑 不要小看我们了 我们很有潜力的 眼光放远一点 好 祝你们裁员广进发大财 好 谢谢 名跟利固然很重要 但是还有一个事情 比这个更重要 什么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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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是什么 这不是上次我们在香港看到的 对啊 我有个朋友去香港 我叫他帮我买回来的 那你买这个是给谁用的 当然是为你准备的了 希望你常常来这里 这个家有了你啊更有生气 是啊 嗯 我每次来都让我很生气 以前的事就不要说了嘛 嗯 哎 你再来 嗯 我想想你 哎 是不是啊 小周软明月都不在啊 他们在也没有用 这些事还不是我做 他们不可能会做到 谁家你这么老实 你应该做的啊 老实人就活该被欺负啊 只是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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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找小周帮忙 帮我上白衣求婚 求婚 谁要结婚啊 我爸啦 哎 小周到底在不在啊 他现在跑全省的业务很忙 哎 这样子啊 哎 那你帮我好了 我帮忙 嗯 我能帮手吗 你当然可以帮我啦 你呢 看到白衣之后呢 你就告诉白衣说 你很想要结婚 很想有一个家的感觉 就把你心路地层说出来啊 你不是一直很想结婚吗 我现在已经不想结婚了 那你就假装很想嘛 你要告诉白衣说 这个结婚有多好多好多好 让白衣有这个结婚的念头 告诉她 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自从我妈没有逼我之后 我想不出结婚有什么好的 唉 结婚大概也只是一种形式吧 我觉得两个人真实生活在一起啊 比结婚更好 哎 大木瓜 你变啦 变得跟你以前不一样哦 嗯 我一向实话实说 这是我现在的想法 哎呀 好啦 我不管你现在的想法 我只需要你们帮我忙 帮我做这个敲鞭鼓的工作 嗯 假装想把跟我一次嘛 好不好 我好像懂 又好像不懂 很好 你这个笨呢 还是跟你以前一样哦 好 好 白衣 来 你的咖啡 谢谢 白衣 你的点心 好 白衣 今天 今天 白衣 她的意思是说 白衣今天好漂亮 你 不对 你们今天对我这么好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让我帮忙啊 嗯 还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啊 没有啊 白衣 我们怎么会做对不起您的事情呢 白衣 我们是想请你当我们的吗 她不是想替我爸求婚 嗯 对啊 白衣 嫁给我爸爸 白衣的年纪都一大把 还结什么婚啊 再说 结婚也不会比现在好啊 嗯 哎呀 结婚好啊 我是过来人 嗯 我妈以前也希望我早点结婚 哎 哎 谁规定的 人活着就要结婚 配对啊 嗯 对对对 我当时就是这种想法 嗯 想你头 嗯 结婚比单身好 结婚比单身好 对啊 白衣 结婚好处好多耶 当然比单身好啊 嗯 结婚啊 可以生小孩 可以一起哭一起笑 两个世界真奇妙 甜甜蜜蜜 啊 三姐 我可不可以猜到陈宜比赛啊 你啊 我刚刚说的是不陈宜啊 哎呀 小孩子 蜚啊 我的意思是说结婚好处多多 所以说不爱 我觉得你们常吵架 还说要离婚啊 真 吵架也有她的乐趣在啊 每天见面总会烦嘛 说来说去 这结婚还是没有什么好嘛 你看看 还要烦 还要后悔 多累啊 哎呀 你不要跟我比 我跟你们一样啊 对 我跟你们的爸爸 现在这样的关系不是很好吗 人嘛 只需要一个伴嘛 你看看现在我们 有空啊 大家在一起聚一聚啊 喝喝茶呀 聊聊天啊 这样不是很好吗 结婚啊 只是一个形式啊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结婚啊 对两个人感情不见得好 太亲密呢 反而会看到对方的缺点 保持一定的距离呢 那搞不好更美耶 对 小玩具有空气 好 来 谢谢别人 保持你的距离比较美 好 那我就开始跟你保持你的距离 那边是大门 你自己走 保持距离啊 不要理他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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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命中注定是没有婚姻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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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来吃一口 小慧啊 这种事情就要在公司做就好了 干嘛那么累呢 大姐的书 当然是我帮她画插图 我帮她设计封面 姐妹共同的作品嘛 姐妹情深咯 哎 我觉得这条线应该放在这边 这边啊 对啊 为什么 这个比较比较有艺术感的 来 喝 海宾 留小智小姐 请到柜台有访客 夏大哥 夏大哥 你怎么回来啦 你们在房子吗 我必须要回来了 真的假的 你回来多久啊 我刚回来 小致 你大姐怎么样了 大姐 其实 我一直很挂心的你大姐 我真的好欣慕大姐 你大姐的事 我一直耿耿于合 我真的很想去看你 大姐的事情 爸都不准我们代替 虽然 我很喜欢她 可是 你知道吗 我觉得 我们之间隔了一道墙 横跃不过去 她约我去远方 嗯 你觉得我该不该去呢 小致 小致 哎呦 今天穿得好漂亮啊 谢谢 走吧 哎 想带了没有 走 哎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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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穿这么漂亮 不想去打球 你们要去哪里啊 不告诉你 我们去看大姐 走吧 哎 等我啊 对不起 我迟到了 开不完的会 没关系 没关系 干嘛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今天 今天是我生日啊 对不起 明月 我忙都忘记了 生日快乐 谢谢 你来我已经很开心了 你知道吗 今天这个晚餐是我亲手做的 谢谢 生日快乐 谢谢 生日快乐 嫁给我 你真的想结婚 真的啊 我想过了 又找一个大一点的房子 组织一个温馨的小家庭 你不觉得很好吗 确实不是很好 哎 我是真心的想听下来的 我们不是都爱自由自在的吗 我们不要骗自己 我们不是都不想对方有自由吗 也许吧 我现在啊 越来越不知道 自己要的是什么 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 我要的是你 而且越来越不能离开你 算了吧 我才不信 我是真的嘛 好吧 我不且相信 不要怀疑我好吗 我觉得我们好像在演连续剧一样 嗯 就算是演连续剧啊 你还交出真心 让对方感受得到啊 难道你感受不到呢 不是啦 我只是想问你 你想问什么 我现在就站在这边 坦荡荡地让你问 你的心里头真的只有我吗 还是 算了 问了也是多余 你也不会告诉我什么 傻孩子啊 我的心里面只有你没有别人 钱董是建议我们提高价位 他是说涨价 可是这物价没有上涨 我们就涨价 人家会觉得我们电车一点 把杯子椅子桌巾都改成高级的 价位自然就可以提高啊 这样不好啦 很多学生都吃不起 少叫学生客人其实更糟 来 欣盈的 二姐 二姐啊 爸刚才会问到你 二姐 你正在忙什么啊 我怎么每天话都看不到你 二姐最近忙死了 他拿到东西还要出去 二姐是不是又交男朋友了 得知不知道 真是 自从我们参加 世界各健身俱乐部 那 那不是想宁愿更成美吗 对 你们看 我们的夫妻生活就更美满了 好 那不是想宁愿更成美吗 对 你们看 夫妻生活就更美满了 好 好 开始啊 二姐怎么了 来了 你好 你好 你们怎么会来啊 来找你喝酒啊 什么喝酒 人家自己已经开始先喝了 烛光晚餐 两个杯子 是跟谁啊 是谁啊 我知道了 好 我把找出来 小周啊 人家未婚找出来都可以啊 你多管闲事干嘛 出来哦 出来哦 就是这样 来 天到晚了 对啊 那我把酒给你了 好 谢谢 小慧 小慧 陈梅啊 小慧 你奇怪 没人啊 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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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梅啊 你干嘛不警示一下呢 先生啊 我刚刚哪有时间解释啊 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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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嘛 这拍狗话就是这样子吗 为了省钱 你难道不了解吗 她们俩今天真的没什么吗 我以我的人格保证 她们俩真的没有什么 她们老让我觉得有什么 为什么 其实我刚开始也觉得她们俩 真的有问题 但是 这段时间我跟陈梅同事之后 我才发现 陈梅她这个人满拼的 你要知道 一个人出来打拼事也很辛苦 所以她们无所不用其极 你能不能拿出来用吗 包括出卖自己的灵魂吗 这倒真的没有 你不要看陈梅她好像做事很开放的样子 其实啊 她是标准的牛舌五胆五 小周 人大概就是有情绪的动物吧 我也不想生气啊 可是就忍忍不住嘛 怎么办 这么清楚我可以了解的 但是呢 情绪来了 就算她过去就好 不要想太多嘛 对不对 记得保持风度 是 红度哦 你要想想看 你这样常常这样吓到人家 人家如果真的有发生什么的话 那就算了 问题人家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常被人家问过 人家不是很衰吗 你到底埋伏着她的吗 你们之间应该不会有什么吧 呃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想 呃 哎 我们该回去了 如果现在他们之间真的发生什么问题的话 那就是他们的错 是我们的错 另外是我们的错 自己创业以后才知道其中的心酸 那 开销成本是一笔一笔的出去 生意呢 生意在哪 就算生意接得成 也不一定赚钱 你有经验呢 最怕的是啊 接成了生意以后啊 又收不到账 那才更奥呢 辛苦了半天 利润不成正比 罢有人在 老板难为 撑下去好了 现在有点后悔当初当老板了 来 喝杯 好 我买了些酒菜 大家喝一杯来庆祝明远生日 来 来 谢谢 谢谢 明远生日啊 是 可以快乐 谢谢 来 大家坐吧 来 陈雷 小舅啊 我看我们谁应该先等 这么重要的日子 应该留给他们自己过才是啊 对 对对对 那怎么行 人都才热闹啊 对不对 明远 对对 坐下车费东西 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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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小舅 陈雷 谢谢 我祝你们两个的公司 早日发大财 好 谢谢 我也祝福你跟明远 能够早日喝到你们的喜酒 碰到这种大事啊 我这个小女人 要等我的男人做决定 快了 快了 我们快 快白喜酒了 既然要快了 就干脆就双十节嘛 这样举国欢腾 一起庆祝你们结婚 那边多足是什么啊 亲爱的 生日快乐 谢谢 亲爱的 我也祝你下次生日快乐 谢谢你啊 好 你你是男生的观点 到底什么是友情 什么是爱情呢 原来你跟我吃同病香了呀 看来这个问题 是无解了 天啊 天啊 爸走 走 我上桌吃了 干嘛这么匆忙啊 我要上网了 又是一夜没回来啊 我是刚刚要出去的 刚刚要出去 我刚刚看你进门来 我忙嘛 爸 生活要正常 工作才有效率啊 像你每天都熬的天亮才回来 上班怎么有精神啊 我这不懂你在忙些什么 爸 我是在忙大姐那本书的封面设计 不行 你看 干什么 真的啊 就快完成了 我还特别帮大姐设计了一些插图 很美的 完成后就可以出版了 有出版商愿意出书吗 明远啊永远是一个出版商 这几天就会有老板出来聊一聊 反正如果没有出版商 我们可以自己出啊 明远还说啊 大姐的书可以拍成连续剧 或者是画成漫画 搞不会大卖 你跟你那个阮明远 两个人到底怎么样了 没有怎么样啊 她过她的我过我的 没事啊 没事干嘛不结婚啊 你要近有远 我印你月月 我再不出眼 探不到你的一切 夜半醒半睡 心苦苦甜甜 我放不倒影 我放不倒影 走进某一丑危险 血液慢慢发扰 脸发疼 呼吸仿佛要听啊 明白白不是单纯喜欢 那是爱 那是爱 如果你们在想什么 喝到的 我希望能不能够 你别喜欢 悲喜 我能逃避 你不肯定 我能逃避 你不肯定 我只能逃避 你不肯定 我会不肯定 我辰 我心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L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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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